蘇慧隆說 募客都用現金交易 這樣會不會違背柯文哲之前強調的電子支付這個問題 OK 好這個現在因為這個有志工 其實老實講這個志工之前很早之前就有跟我在抱怨說 募客在所謂的競選總部這邊的一些販售的一些問題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說都收現金這件事情 是很不符合常理的 也就是說你收現金當然你有開收據 或是你有開所謂的政治現金的收據或是開發票 這個都另當別論 但是聽說一開始是開所謂的臨時收據 那這些臨時收據到最後有沒有真正的寄發票給這些人 這個其實現在到目前為止募客公司都沒有對外出來 好好的善盡他們的責任去說明這一塊 那也就是說到底有多少他們販售出去的商品 然後用現金販售 等於說這個支持者用現金購買之後 這筆錢進到募客公司的口袋 那這筆錢到最後留到哪個地方去了 這個金流到現在是完全不清不楚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之前 就有很多志工跟我反映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在競選總部的後面的那個殘酷 其實也是都堆滿了非常多募客的商品 那當時這個有所謂的從這個政治現金專戶 柯文哲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留了所謂的一千三百萬的這個授權費 他們當時的理由是說所謂的授權物流管理 授權所謂的倉儲 授權所謂的這個相關的這種 他們的業務代管的這個費用 那請問一下你把貨都堆在競選總部後面的倉庫 為什麼還要給募客公司一千三百萬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讓大家覺得很匪夷所思 讓這些志工覺得匪夷所思 因為這些志工沒有領半毛錢幫你搬這些貨 搬到手受傷腰扭傷 結果呢現在才發現到說 哇原來你募客公司賺的盆滿撥滿 然後又不用跟大家說明說 你的這個財務金流的狀況是什麼 這就是我不斷在強調 今天如果募客公司沒有負責任的出來面對這件事情的話 那不管你在開幾次記者會 其實都沒辦法解釋現在 他的包含小草們包含這個社會大眾 對你民眾黨對你柯文哲的一個誠信的質疑 那個主委委員他有講說就是 募客那個進辦競選的部分就是不要那個志工去碰募客的結果 那不是要叫他們去幫忙理貨 對對對 這個部分對你以前後會不會就比對競選這樣子 就給他那個支付那個錢的話 不可能會不會感覺 這個政經的方面會不會有 對 對 你又給互可簽罰 是 也就是說這個 一開始把他們這個賣東西的時候 貨都叫志工班 然後呢 現場這些假設有一些這個支持者 假設覺得說這個size有缺啦 這個 這個比方說他想買什麼東西沒有這個東西沒辦法買 然後就像這種克服的這種 又為了要這種 就是要解決這些支持者對你的不滿 也都是叫這些志工去第一線 然後去擋這些支持者的一些 對你的這個 對你募客公司的不滿 結果你募客公司在幹嘛 躲在後面數錢 喔 錢 的事情 一概不准志工經手 全部這個現金啦 就是要交到募客公司 那現在非常好 既然是這樣的話那沒有什麼太多好釐清的 就是直接請募客公司出來 面對社會大眾 那最離譜的是說 募客公司像我昨天在講的 他疑似是所謂的黨營事業 因為你看他當時在開發所謂的這個7點半的T恤 是選舉完之後再做這件事情 那當時Z9也不斷的在對外示警說 這個募客公司是有疑慮的 結果他們還是全黨挺一家公司全黨跑去幫一家公司站台 幫一家公司的這些商品 去做代言 那我自己認為 這些人都是共犯結構之一 都是募客公司的共犯結構之一 你們難道不知道募客公司的金流如此不清不楚嗎 那為什麼當時還可以全黨去挺一家公司 所以現在募客公司的金流不明 台灣民眾黨的這些人 曾經有去過那個記者會 曾經有穿上那個7點半T恤的人 都應該負起你們的責任 就算不是出來面對募客公司的賬物 也要請募客公司的李文中先生 李文娟這個小姐 出來面對社會大眾 到底你們是收了多少小草的血汗錢 以及你們把這些錢花到哪邊去 為什麼現在 晚班要來 白班要來 白班啊 白班啊 因為被迫欺美班上班了 對啊 更命更早 有什麼事 今天報道說監察院在4月的時候 早就通知你們說 這個收支有兩千萬的這個差額 你4月就知情這個政策 不知道 現在說就是其實有退見 就監察院有退見 但是你們都知道 那最後喬仗不沉睡才演變到今天的結局 這個細節我不知道 監察院我不知道 記者說這個 不然佩琪有看上了1.2億的房格 所以就在立法院附近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個是 他有想過要買房子 公看看戲看看 不過現在 台北市的房子 天啊 這個 只能看看而已 買房子是為了黨還是為了家 沒有啦 他有在想 這私人 私人的事情就不用講了 奇怪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種事要變新聞 請問現在有科粉爆料說 政治現金都要目可經手 想要賣一些商品也沒辦法 都要透過口渴這樣的事情 什麼政治 這個 哎唷未來 如果要你們要記者會 我們就正式排時間 你們要問什麼就問什麼 科長說要半路攔截 我想問一下 那個中平會要開會 要再度開會 這同事先會去嗎 不過外界認為說 民用力保黃沈審 是不是已經發出檔面 不會啦 這個我們一個 其實 還是要 還是要尊重中平會一個 獨立運作的功能 他現在失去民調 三百萬人 失去好看怎麼看 啊總是 這種每天 這樣打怎麼會 民調會高 市長司機說這個目可 在這整個行程 都是收現金而已 有去收 好了 就停掉了 我還要 很驚訝 我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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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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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脫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幸好 幸好